那居家隔離的總統蔡英文 上午是以視訊的方式 接近臺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 及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 而蔡英文是先感謝了訪團成員 在瑞典國會還有歐洲議會 關心臺灣並推廣交流 期待在未來臺灣和瑞典 也可以簽署通航協定 來展開直航班機 透過鏡頭向大眾致謝 還在居家隔離期的總統蔡英文 以視訊的方式 接近了臺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 及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 並感謝訪團成員 在瑞典國會還有歐洲議會 關心臺灣的議題 期待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指標性的意義 期待未來臺灣和瑞典 能簽署通航協定 展開直航班機 蔡英文也點出 對威權主義的擴張 國際民主陣線 更應該攜手面對 強化歐洲鏈結計畫 就是期待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 進一步的加深臺灣跟歐盟的關係 一起打造具有韌性的民主同盟陣線 臺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主席歐伯利認為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應該要團結 支持臺灣 以瑞典國會來說 上個星期以多數表決 贊成持續和臺灣深化關係 未來也會盡力的保護臺灣和臺灣的主權 而至於先前傳出 要訪問亞洲 還有臺灣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在行前傳出確診 目前病毒檢測陰性 12號就可以解除隔離 但後續的亞洲行程會如何安排 並沒有對外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